我们一起离经佛陀来开始今天的清净道伦的学习 离经那位师尊阿拉罕正直觉者 各位闲友们晚上好 昨天晚上我们学习了法随念和僧随念 法随念就讲到了法有六种功德 即法乃是尊所善说 是自见的 是无实的 是来见的 欢迎大家来体证的 是倒向涅槃的 以及智子们可以各自来证知的 这就讲到了法的可行性 实践性 我们必须得去清证 是可以证明的 不是只是通过信仰啊 听文啊 等等就去接受 而是要通过我们真正去做 实践就能够体证的 最后又讲到的生水念 三卡路撒地 又讲到生 生宝的九种功德 这些的生是特质 圣子生 圣生团 即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善行道子 世尊的弟子僧团是正直行道子 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如理行道子 世尊的弟子僧团是正当行道子 也就是四双八四 他们是应当敬奉的 应当供奉的 应当布施的 应当合奖的 是世间的无常福天 就讲到圣宝要是九种功德 那我们今天晚上将继续来讲 其他的几种随念 借随念 Sila no Satik Sila no Satik是随念 很意念自己所持守的戒 想要意念戒的禅修者呢 先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然后然后去取自己所持守的很清净的没有毁坏的戒来持守 来这样的意念 就叫 Aho vata me silanit Akantanit 为至指指赞双 无指取 无指取 导向与定 就随念着戒 有这些功德 对于戒来说 在家人有在家人有在家人的戒 例如在家人的五戒 八戒 甚至可以持十戒 出家人的戒呢 又依不同的身份 如果Sama nera Sama neli 持的是十戒 或者说更详细来说 一百零九条戒 或者说其他所应该学的学处 对于毕窟来说呢 是二百二十七条戒 如果在广泛包括来说呢 是无数的戒 毕窟尼是三百一十一条戒 在家人 意念着在家人所持守的戒 出家人 意念出家人所持守的戒 无论是在家人 或者出家人 对于自己所持守的戒 如果从最开始的那一条 例如在家人的戒 最初的那一条是 远离杀生的 巴拿迪巴达 远离杀生的 到最后的一条戒 是离服用酒类 等种种麻醉品的 这一条学出 而对于出家人 比如说毕窟来说 第一条戒呢 是行淫义法的 巴拉吉嘎的 那最后一条戒的是 七种指增的 遗草覆盖的 所以这个二百二十七条戒来说 对于这些戒来说 一条都没有破 就好像一件衣服一样 或者一块布一样 它的边缘也都不会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成为无悔 无悔就是阿堪达尼 没有毁坏的 没有被弄坏的 如果戒在中间 任何一条都不会破 就好像一个人 所穿的衣服 中间不会破洞 中间没有破洞 那这种情况 就成为不断 就是不会 它是一个整片的 一个整体的 不会在中间被弄断一样 叫做阿琴达尼 无杂阿萨巴拉尼 甚至它的戒不会说 这里破了一两条 那边又破了一两条 就好像一头牛 一头牛的身体里面 这里又长了一些 一圈黑色 那里又长了一圈红色 这里又长了几圈白色 这样的话 这头牛的皮肤 牛皮的颜色就很杂 很杂乱 或者说又像一块布一样 一块布 这里又有一些花纹 那里又有一些斑点 那这样的话呢 那这牛皮就不干净 或者说这块衣服 它就不是很纯的 对于戒来说也是 这里破了几条 那里又有几条 是持得不干净 那这个就成为斑 那如果持戒并没有这种情况 都是从开头到结尾全部都是很清净 没有可以怀疑的地方 就称为无斑 他的戒不会在中间 又破几条 就好像母牛一样 母牛的牛皮 这里又有几个斑点 那里又有几个斑点 这样的话就称为斑点 那如果说一个人持得戒 他能够很纯 持得很纯净 很清净 就称为无杂 如果一个人持得戒 他不会为了是想要 他持戒 不是想要投生到天戒 或者说他虽然是持戒不放 但是他心想着放戒 想着在家的娱乐 想着对于五欲的享受等 这样的话他的戒就变成被这些恶法 这些不善法 这些欲乐所污染 那如果一位禅修子持戒指 他的戒并没有这些受到贪欲等的污染 所以可以称为无悔无断 无斑或者无杂 他纯粹只是为了要断除烦恼 持戒 由于他的戒 因为不会受到贪爱等的支配 所以称为自由 有一句话叫做 人道无求品质高 或者无欲则刚 他持的戒并不是为了求这个求那个 因此他的心是很自由的 称为自由 而持戒清净 是佛陀等一切的圣子 智子们所赞叹的 佛陀必然是赞叹持戒的 他不会赞叹那些不持戒的人 所以为智子赞叹是这样 由于他的戒是没有被可爱以及邪见所污染 同时呢 也不会被任何的人所批评 所指责 就说这是你们的戒不清净 这是我看到你这戒你有哪些违反 如果他的行为 他的言行都没有这样的过失 这个称为无止取 而透过持戒清净 他可以帮助 培养定力 可以帮助 达到静静定和安止定 所以称为导向以定 甚至由于持戒清净 可以助成最后正物圣道圣果 因此称为导向以定 那当一位禅学者 就这样想起自己的戒的时候 他想起 我的戒现在持得很清净 那我们就可以一年持 由于自己的戒很清净 我们就没有什么东西好害怕 好后悔的 对持戒清净来说 在家人想要持戒清净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 在受了戒之后 就延迟不犯 不要随随便便就犯了 就乃至到放弃生命 都不要犯了 比如说不要说骗人的话 那一旦做到了 一旦你受了戒之后 你怎么样你都不要说 随随便便 在信口开合 说一些不真实的话 还有另外一种呢 是当我们发现到 自己有以烦恼 有以习气 自己的戒已经犯了 那我们就赶忙 要再重新受三规五戒 重新受三规五戒 就等于说 你的戒又被重新再reflex 又重新再刷新了一次 这样的话呢 你的戒还算是清净的 在家人就有这两种 职业的清净 而出家人来说呢 也是这样 如果是对萨玛内拉来说 他也是一旦发现了 自己的戒不清净 要重新到自己的戒失那里 去再受过三规十戒 对于比库来说 如果发现到自己 持戒 有违反的话 就要去忏悔 忏悔了他的戒 就清净 当然这种忏悔 必须得是可以忏悔的 如果犯了重的罪 他还必须得通过 比如三感地赛撒一样 他还必须得通过 生团的处理 如果犯了巴拉吉卡 就要自动完熟 那这些事子 我们可以透过自己 严格的守持 持守好戒 就好像佛陀所说的 圣弟子 他即使连生命受到威胁 他都不会故意去犯戒 当然如果要做到 完全的清净的话 必须得是正德 至少是入流道 Soda Bhattimaka 正德入流道了之后 自己一个人 不管是在家人 或者出家人 他都不会 因为任何的事情 而故意去犯戒 那这样的话呢 他的戒就是完全清净的 一个人如果能够经常 忆念到自己的戒 戒很清净 那他的心就会 获得很欢喜 他的心就不会被贪 所污染 不会被撑所污染 不会被吃所污染 而且透过 随念自己的戒 他的心能够随顺一戒 能够尊重一戒 能够恭敬一戒 这样他就能够获得 自己无悔 有无悔的功德 就谈谈谈谈的做人 谈谈谈谈的持戒 做一个出家人 不会受到自责 而且呢 他发现了自己 如果真的能够 很好的持戒的话 发现自己 连任何一点 持戒的小过失都没有 他能够获得 很强的信心和喜悦 一旦一个人 如果是随念着自己的戒 发现自己的戒 很亲近的话 那即使这样的人 他不在今生 没有断尽烦恼 那他再来生 也可以投生到人天上去 当然了戒随念 也是有一戒的功德甚深 在修戒随念的时候 也是只能够达到进行定 而不能正得暗指定 就不能正得出场 他跟佛随念 法随念 生随念是一样的 那这个是戒随念 那我们再说戒随念 那我们再看看下面一个是 死随戒随念的 我确实得力 我确实上得 我在被千令之构所藏的诸人中 以远离千令之构的心而住 是失实之 静守之 喜欢实于者 有求必应之 喜欢不失分于者 在修舍随念的时候 就意念着自己经常很慷慨 不失的功德 对于经常有不失的人 习惯不失的人 要修舍随念就很容易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么也要培养 做不失的习惯 如果在僧团当中 那更容易 他可以这样想 如果我今天我获得了食物 我不先供养其他的尊子 我不吃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就会在获得的任何的 好的不好的 他都会先去供养 在意念自己不失的功德的时候 可以先了解这一句话的意思 我确实得利 自己的得利 就好像我们可以意念着 佛陀所说的 不失衣服者将会获得衣服的不失 不失人的寿命者将会获得寿命 不失饮食者将会获得饮食 用这样来去 死念或者说 我失以他人恭敬 我必得恭敬 就是现在你学习去恭敬他人 你就会受到他人恭敬 类似这种方式 而且佛陀也是经常赞叹 布施的功德 布施的利益 由于他相信业果法则 相信布施所带来的功德 所以我透过这些布施 我确实能够获得 由于布施所带来的利益的意思 所以就成为我确实得利 我确实善得 甚至当他思念到 现在我已经获得了很难获得的人生 人生难得经已得 而且我已经听闻到很难听闻到的佛法 佛法难闻经已闻 同时呢 我在被千令之构所缠的诸人中 以远离千令之构的心而住 这里讲到的就是在这个世间上 很大部分的人都是很签令的 很吝啬的 那在这样的人群当中 在这样的世间当中 我却能够征服签令 远离千令之构 就是征服千令 我的心不会被这些吝啬 或者说贪责自己的物品 被他们征服 讲到千令呢 千令就是不愿意和他人 分享自己的所得 对自己所获得的东西 或者所拥有的东西 就占有 好像说如果自己的东西 把它藏起来 不敢给人知道 而且我们稍微去观察一下 众生 众生像其实很多时候 都显现出千令像的 例如如果我们看到有些鸡 这鸡在 这一旦发现到有虫子的时候 那他就 其他的那些鸡 看到了之后就会去抢 那他就急忙忙就叼着那虫子跑 或者说在跑跑的时候 就把虫子连吞带烟 就把它吃下去了 或者说有时候去喂鱼 去一些旅游区 或者说一些水池边喂鱼 你会发现那些鱼为了抢食 都充满了贪的像 充满了千令像 其实人也是这么样 人只是他用不同的方式 对自己能够获得的 或者说已经占有的东西 那种 所以我们看到 有些东西不敢让别人知道 只要都唯恐别给别人知道 所以偷偷摸这里长一点 那里长一点 这种就称为千令像 好像古代有很多的人 他把这些宝物埋在某些地方 现在的人就放在保险箱 放在银行 唯恐被别人知道 所以这些就是指一种千令的表现 就是他不敢 不想与别人分享东西 或者不敢让别人看到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就是因为怕这些东西被别人分享 或者说别人要 所以这些签令 由于世间大部分的人都是被这种签令 所偿扶 所征服了 而对于这种经常乐善好施的人来说 他却能够征服这种人的 众生的习气 习性习气 是施食指 就是经常布施的人 是净手指 就是他很恭敬的布施 在布施之前先把手洗干净 的意思 由于他先洗干净自己的手 而用这样来恭敬的亲手 把自己的东西布施出去 是喜欢食与止 这些食与止是放弃 他经常很欢喜的去做布施 去行布施 是有求必应止呢 即使别人只要有什么需要 他都给 即使别人没有要求 他发现到别人有什么需要 他都给他 就称为 有求必应止 喜欢布施分鱼止 就是喜欢布施就是给 喜欢把自己的东西 以他人分享 所以称为许方布施分鱼止 因为有乐山好施习惯的禅修指 要修舍随念就很容易 我们可以想想自己有布施的习惯 经常布施乐山好施 而这种布施的善德 根据业果法则 他必然会带来好的果报 在中部的朱拉小页分别进 朱拉噶玛维邦加苏丹里面 佛陀就讲到了 当时有个叫多得亚的人就问说 是什么原因导致有些人贫穷 有些原因导致富有 佛陀就讲到 如果有的人 他经常很吝啬 不肯布施 这个不肯布施 这个是导致自己很贫穷 如果一个人经常乐山好施 布施 衣服啊 饮食啊 医药住所吃秤啊 登明啊等等 去给 给应该布施的人 那这样的话 他就能够获得财富 又例如 曾经有讲到了 一个有布施的人 跟一个没有布施的人 他们在戒方面也是一样的 在修订方面也是一样的 在修官方面 在各种信心方面各种都一样 只是一个人有布施 一个没布施 那他们 这两个人 获得的果报差别在哪里呢 如果这两个人 都 投生到人间 那么有布施的人 就投生到很富贵的人家 或者说 他 想要赚什么钱 他很容易赚 而那些没有布施的人 他 可能 投生到比较贫穷的家庭 或者他想要赚钱 都很辛苦 如果他们投生到天界 那有布施的人在十方 十个方面比没有布施的人 更殊胜 就是他的天色天香 天色天生天香天味天处 他的天的荣缘 天的寿命 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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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的力 天的 天的 瓦那 阿余瓦の 苏干巴朗 天的寿命 天的 荣缘 天的快乐 天的力 跟天的权威 这十个方面都比没有布施的人更殊胜 如果他们出家成为出家众的话呢 那么没有布施的人 无论是在 加沙 在 饮食 住所方面 他都没有 有布施的人那么殊胜 有布施的人去脱波 他可能会脱了很多波 有很多人共有加沙 一个没有布施的人 他可能就 在这方面都不如 当然了 当他们已经 搬泥盘了之后 就完全没有差别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有布施跟没有布施 的差别就在这里 他以后的轮回就有这样的差别 所以当我们在想起自己经常要布施的功德的时候 我们就从在布施的过程中都很快乐 很欢喜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布施的慷慨感到欢喜 一旦我们想到 由于布施所带来的利益 带来的果霸 带来的功德 我们又感到很欢喜 这样的话就是我确实上德 我确实得利 如果说大家在 在禅修的过程中或平时 如果感到自己闷闷不乐的时候 你想起 我是否曾经做过一些善事善业 如果想起 我经常要做善事要做善业 我们就会感到很欢喜 特别是如果是一个人 他的医生人 你这脚尽脑子都想不起自己曾经做什么善业 这种人真的是很可怜 在死的时候真的是严罗王来讨债 他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好还 如果说自己经常有乐善好事 又慷慨不失的话 我们任何时候一想起 都很欢喜很高兴 就好像一个很有钱的人 讨债一点点钱算得了什么 就是这么样 所以当我们在意念着自己 有不失的功德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心就倾向于无贪 倾向于舍离千令 由于意念着不失的功德 我们的心将会远离贪 不会被贪所污染 不会被牵所污染 不会被吃所污染 他的心由于不失 由于失始而变得正直 如果说只是修舍随念的话 也是由于他的心倾向于死 而死的功德又是甚深 所以不能够正的缠纳 只能获得进行定 这是始随念 Jaga no Sati 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随念 是天随念 想要修天随念的禅修者呢 先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然后再依天的功德 种种功德来意念随念自己的功德 在一念天的功德的时候就讲 有四大王天 有三十三天 有鸭妈天 喜足天 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有泛生天 有更上的诸天 彼等诸天具有如此之信 从此死后生以其处 我也拥有如此之信 彼等诸天具足如此之见 如此之文 如此之史 如此之慧 从此死后生以其处 我也拥有如此之慧 这一种业处呢 是拿诸天的功德果报来对比 这里的诸天呢 包括了欲界的诸天 甚至包括了梵天 四大王天 是指最低的欲界诸天 三十三天是达瓦丁萨 是指更高的天 我们在讲阿比达文 已经讲到了 鸭妈天又是更高的 喜足天就是读戏打天 化乐天 以及他化自在天 还有泛生天 有更上的诸天 泛生天就包括了一切的 一切的放天 这些诸天 由于他们在过去生 还是人的时候 还是做人的时候 没有投生到诸天的时候 曾经拥有这样的信 就是拥有对佛法生三宝的信心 由于拥有信心 死了之后 就从至人间 投生到天界 成为天人 现在我也拥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就用这样的对比 那些诸天们 具足这样的界 就是曾经拥有界 例如在家中 去足五界 在灾日 乌波萨塔的时候 就拥有 在持八界 他们拥有这样的界 由于他们拥有这样的界 在死了之后 就投生到天界 现在我也持戒情境 我也拥有界 这样的意思 那些诸天拥有这样的文 就是 因为这样的多文 听文佛法 对佛法的了解 那现在我也是经常听文佛法 我也对佛法有 有文 那些诸天曾经也经常行布施 加噶 加噶就是死 施死 他们过去生也乐善好施 由于他们过去生 曾经拥有布施的品德 因此投生 在人间死了之后 投生到天界 现在我也拥有这样的死 我也经常是乐善好施的人 那些诸天曾经拥有智慧 拥有智慧 包括业果智 特别是对四圣地 如实之见的慧 现在我也拥有这样的慧 我也拥有这样的智慧 这些的慧包括世间智 和初世间智 世间智就是相信业果法则 相信因果缘起等 而初世间的智 就是指对苦的如实之见 如实之见苦之急 如实之见苦之灭 如实之见导致苦灭之道 现在我也拥有这样的慧 当它一旦想起了之后 就意念你这些的功德 因此在这里 他要知道 他是以诸天为例证 说明诸天以自己 有相等的同等的 信 戒 文 社会的德 这五种德 要知道呢 这里不是说 去想天人的快乐 天随念并不是想天人的快乐 这里讲到的天随念 我们可以说 从因和果上来说 天人如果是只是看它的果的话 那么天人的果报是很快乐 如果我们想到天人现在 那些天子们跟天女们一起玩 去哪里游玩 或者说天女们 他有很英俊很漂亮的天子 这样的话 我们的心就未免会 念着以他们的果报 而倾向以谈语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指 从天的因导致投生到天的因去识念 我们是从因上来去识念 由于这些诸天 今天有这么殊胜微妙的果报 那是由于他们过去 造了很殊胜的善业 而这些善业是我现在也拥有的 因为去对比诸天的善德 诸天的因 我们现在感到 现在我也有 所以以后的果报 我即使不去求它 还是会有的 因此为此感到很快乐 当然如果对于 泛生天或者更上的诸天的话 那就不仅仅只是信戒文史会这五种功德了 他还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成那 那他就不能够投生到泛天经 所以这里讲到的也包括范生天 那是当之他也包括了要拥有成那 如果只是从欲界的善业上来说 信心 戒是指持戒 布施多文 或者说世间的会 这些几乎都是倾向于欲界的业 欲界的善业 由于有欲界的善业 那他就只能投生到欲界的诸天 只是透过信心是不可能投生到梵天界的 只是透过持戒也不能 只是透过布施也不能 如果透过修定他才能够 他的果报才能投生到梵天界 而如果想要解脱的话 必须得修慧修观志 当观志成熟 道志升起就能够卷入涅槃 那在这里呢 他是以异界天为主 来对比自己现在即使没有缠纳 我也有种种的善德功德 这么样来随念 经常随念诸天的功德的人 由于他经常随念天的功德 所以也会被天人所喜爱 天人所保护 而获得更加强大的信心和喜悦 即使今生不能断尽 死了之后也能够投生到人天上去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呢 讲了戒随念 使随念和天随念 那这三种随念 那这三种随念都是增强我们信心 以及提升我们喜悦的一种方法 在我们之前讲到的 要如何来去提升定力 讲到入禅的十种善巧 安止善巧的时候 其中要讲到 应当喜悦心的时候 那时就要喜悦心 还记得吗 要怎么用来喜悦心呢 就讲到了 修佛随念法随念 生随念 戒随念 使随念 天随念 可以通过这些来让心喜悦 在禅修的过程中 或者说过着放行的生活 难免有时候心会献以不悦 就是心有时候会想着 还是在家的生活好 或者欲乐的生活好 可以欲乐可以随心所得 好像一个人拥有钱呢 钱其实就是满足欲望的手段 工具而已 是不是 那现在呢 我想看这个要不行 想那个不行 他的心会献于 会献于不悦 不喜欢修行 想还手 那这个时候 他就想着 想修佛陀的功德也好 法的功德也好 生的功德也好 或者说自己持戒的功德也好 你看到自己持戒的功德 你就会欢喜 或者说 想到自己布施的功德 特别是在家人 如果佛弟子的话 布施都是强项 那我们一想到 自己有布施的功德 那就很好 就比如说 如果大家都有布施的功德 或者持戒的功德 你们在临终的时候 在临终的时候 即使很多的逆缘为缘 或者说那些不善业在成熟 如果你自己的心当时还是很强 或者旁边有个人在提醒你 你经常做的布施等等 你一旦你想起自己曾经做过布施 任何一个曾经做过的布施 你一旦想起很高兴 那你可以因为这一种 在临终的时候 回忆起来的 曾经做过布施的业 你就可以投身到人天上去 这是一个很 叫什么 一个很小的 的投资 可能获得很大的果报 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 我们想一想看 我们现在平时做工 做得很辛苦 早早要起来 晚上有时候要加班 有时候晚上都没得休息 就是为了赚了一点点钱 然后买车买房 那我们如果是因为 做了这些布施的功德 一旦死了之后 投身到天界 我们不用买车买房 这样就很大的供电 我们想去哪里 就飞去哪里 我们不用开车 开车有时候会吃出货 或者汽车又要有汽车的test 又有很多 要加油啊 要什么这些 到天界它没有 而且你不用 它是绝对是安全的 不会撞的 所以我们想想 而且我们现在获得的人生 我们越化妆 越打扮越老 是不是 但是天人的话 它永远都是 一辈子都是那么年轻 那么漂亮 不用去化妆 它都是这种脂肪 所以我们想想 因为做的这些善业 这些善业其实小小的投资 一旦这些善业的任何一种善业成熟 使我们下一辈子 投身到天界的话 那我们想想看 它的果报就很殊胜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一念了 这个又是天随念 是不是 朱天也是一模一所做的 这些善业 这些功德 而投身到他们 他们现在那么漂亮 他们漂亮的不是无端端的 没有任何无因的结果 是不是 那他们的结果是什么样 他们结果 他们的结果 就是现在的殊胜快乐 庄严漂亮 长寿自在 想飞到哪里 想变什么就变什么 那 但是他们的因是什么 他们的因就是 信戒闻舍会 信心 直接信进 多闻 乐善好施 跟拥有智慧 我们一旦想起了这些 我现在我也拥有了 所以我的未来 就不用过多多的担心 那你这样的话 就感到高兴 就赶快修行 不要换手了 或者说 继续修行 不要因为现在 有点不如意 禅修一直都 连禅向都没有 就想退心了 不应该去 还要继续 知道 现在 努力一天 我们就积了一天的善德 精进一天 就 再朝向自己的目标 迈进一步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获得信心 获得喜悦 于是我们就可以克服不悦 克服 由于自己的心在晃动 或者心粘着烦恼 而带来的自己的焦躁 把这些东西去掉 然后再好好地 再继续静静地成修 那讲到天随念的时候 我们再讲 从佛随念到天随念 一共是六随念 这六随念 可以说是佛陀经常赞叹 在家人要修的 这六种随念 有一次 一个在家人 他问佛陀说 对于那些已经达到圣果 这已经证悟圣果 已经肢解佛陀教法的圣弟子 他们应该以什么来多住呢 佛陀就说 他们应该以注意六随念而多住 就是他的心经常去修六随念 这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在家的圣弟子来说 他的心可以安住佛陀佛陀的功德 法的功德 生的功德 或者 戒的功德 布施的功德 和 和天的功德 从究竟意义上来说 六随念都是圣弟子的领域 圣弟子的范畴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人如果说 要对佛陀的信心 不会动摇的话 唯有他 已经 证得了出国 出到出国 他的信心才不会动摇 凡夫的 信心是会改变的 你即使说 我不可能 今生我都不会改变 但是你可以保证 你今生 保证不了你的来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敢很肯定的保证 你下一辈子 不会投生到恶趣吗 你投生到恶趣 你哪里听闻到佛法 是不是 唯有出国 圣子 他的未来才是决定的 肯定是投生到人天上去的 凡夫都是不确定的 由于凡夫都不确定 那么 他对佛法上三宝的信心 也是不确定的 你敢不敢保证 你今生因为你信佛 你来世 你就一定不会堕落 或者由于现在你信佛 但是你拥有一些邪见 你来生 逃生到一些 一些 其他宗教的家庭 那怎么办 这还不是 这不是说没可能的 还是有可能的 那这样的话 变成说 信心还是会改变 又或者说 只要你还没有 在我们佛陀的教法 其间 正不胜到胜过 那 你的轮回 还是很漫长的 甚至说 看不到尽头的 现在我们 不断地再继续轮回 轮回 轮回 那我们即使在 在人间再轮回多几次 可能就已经 佛法已经越来越衰败了 越来越衰败了 佛陀的教法 现在已经过去了 一半多了 那 到了可能 到了不到几百年 或者一两千年之后 佛陀的面目 已经面目前非了 现在很多的佛教 已经面目前非了 那如果到了那个时候 你能够获得 对佛法上三宝的信心 都很难的 因此呢 佛随念 法随念 生随念 是指一个 甚至他 对佛陀 有不动摇的信心 对法 有不动摇的信心 对僧 有不动摇的信心 其他的 反复都还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轮回 他的生命境界 生命层次可以改变 那么他的信心 也不能够保证 但是 即使这么样 作为佛弟子 仍然要 依恋佛头的功德 依恋法的功德 依恋僧的功德 比如法的功德一样 我们昨天讲到的 法有六种功德 这六种功德 五个半都是指出世间的 只有其中第一个法乃 世尊所上说 他才包括了佛陀的教法 包括了三藏 这些是属于世间的 其他都是出世间的 那凡夫弟子有出世间的体证吗 没有 那没有那怎么办 靠什么 靠想象 靠想象出来修的法 随念 坚不坚固 不坚固 但即使这么样 我们仍然应该要意念法 就好像说 现在有些人 他自己没有涅槃 没有缠纳的体证 他也不知道缠纳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他听到他一个很好的朋友 已经正的缠纳了 那这样的话 他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信心 他可以正的缠纳哦 他描述缠纳是多么微妙 那自己有没有 自己没有 那对于缠纳的时候 不是你自己的体证 但是你相不相信有缠纳 你对缠纳有没有信心 就是怎么样 所以 对法随念也是 虽然自己没有涅槃的体证 出世间的体证 但是我们是看到 古代到现在 一直都有很多的人 因为行走 依照八圣道 依照七天会和修行 他们体证的出世间 所以 只要我也是依照这样的方法 这样的道路走 我也能够提振涅槃 因此我们获得这样的信心 所以 在这种角度上来说 还是应该修法随念 对于生随念来说也是 自从佛陀到现在 那么多的这些弟子们 依照佛陀教法 震入了涅槃 他们成为了圣旨 所以我也要努力 我要努力 终于一天 我也能够成为圣旨 所以因为这样而获得信心 虽然自己现在不是圣弟子 但是我们对圣弟子拥有信心 这样的话也是应该要修生随念 对于戒随念来说也是怎么样 凡夫的戒 是很难做到完全清净的 如果说做到清净呢 也是透过尊重戒 尊重导师 尊重法而获得清净 甚至尊重自己而获得清净 但是由于他还没有用正断断 Samo-chei-da 巴哈纳 就是没有通过正断断 来让自己的戒完全的 就自己的戒心 完全的远离放戒的心 完全远离放戒的动机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戒有时还是会 有不清净 或者有污染 有斑点 有杂 圣弟子来说 他一旦意念到自己的戒 他就很自然而然就能够生成 为什么 因为戒的圆满是一切圣子的素质 一切圣子他不会故意去放戒 所以他一旦意念到戒 他就那种无杂 无斑 无断 无悔 就自然而然在他心中形成 但作为我们 如果是还没有涅槃体证的 还不是圣子的 我们也应该思念思维戒 或者说你能够清净戒一天 你就思维一天 这样的话 你也能够获得信心跟获得欢喜 对于布施来说 一个圣子的布施是很慷慨的 他不会被签名所征服 但是有一些凡夫弟子 也可以很慷慨的布施 由于他获得了信心 或者说我们在思念舍谁念的时候 哪怕自己曾经供养过一勺饭 供养过一点点东西 这个都不应该亲舍他 他都是一种善德 我们昨天讲那个故事里面 就是因为一勺饭 使他投身到很高等的天神 是不是 所以不要亲舍一点点的布施 我们意念到这样的功德 我们也能够获得很强的信心 对于诸天来说 也是这样 因为圣弟子来说 他即使不用去祈求 不用去发愿 他这样的人 他会投身到人天上去 因为他决定不会堕落了 但是作为凡夫弟子来说 我们也应该意念 我们是一个不断的要培养善德的人 我们是不断的想要圆满各种功德的人 因为我们在圆满功德的过程中 我们不断的造了很多的善因 这种善因必然会带来善果 因此我们要获得信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六随念 对于圣弟子来说 他很容易生成 很容易生气 作为在家弟子来说 他也应该要经常做意 经常意念随念的 而且随念这六种功德 就是这六类的功德 佛的功德 法的功德 僧的功德 戒的功德 舍的功德 天的功德 他只有利益 没有害处 所以我们经常要 这么的意念 圣弟子在修六随念时 那时则不被贪缠附之心 无被称缠附之心 无被吃缠附之心 心只是正直出离解脱 出其于贪求 圣弟子在修六随念的时候 在修的那个时候 他的心就不会被贪欲 贪爱所污染 不会被称慧忧愁等所污染 不会被愚痴等所污染 他的心变得正直 出离解脱 出取于贪求 就是他的心远离于贪求 你想到这些善德 你的心就不会被贪欲 等等所打败 据受马哈喀扎那 说世尊在障碍 世尊曾经说 在障碍中有机会 证得谁觉能亲近友情 超越仇悲 灭除苦忧 得达如理 现正列版 自己是六随念处 所以佛陀一是讲到 修之六随念 他有这些功德和利益 有一次一个在家人 马哈喇嘛问世尊说 住以不同生活的在家人 因你什么生活而住 这就是说 在一个在家人来说 在家人的生活方式 是很多种多样的 一个在家人有很多样的生活 要有家庭的生活 感情的生活 交际的生活 还有工作 工作的生活 对于自己的亲戚 父母啊等等 这样的生活 娱乐的生活 很多种 还有信仰的生活等等 那这样的话 那他应该以什么生活 而住 就是他心 应该安住 在什么生活当中呢 以示佛陀回答说 信仰为成就 而非无信 一个在家人呢 说要成就信仰 要有信仰 而不应该做 没有信仰的人 勤勉精进为成就 而非懈怠 一个在家人应该要 勤奋勤勞勤勉 精进 而不应该懒惰 放异 懈怠 念现前为成就 而非忘失念 就是要保持正念 要提起正念 念现前 而不是经常 没有正念的做事情 得定为成就 而非无定力 所以在家人也应该要培养定力 并不是说培养定力 培养缠纳是出家人的专利 在家人也要得定 以得定为成就 而不应该过着没有定力的生活 有慧为成就 而非无慧 要拥有智慧 而不应该过着没有智慧的生活 助力以此五法后 更应修习六水念 心安住在这六种法之后 再继续修六水念 就是佛水念 法水念 生水念 戒水念 使水念 和天水念 虽然修六水念 并不能够直接正入圣道圣果 但是毕竟六水念 也是属于四十页处的其中六种 我们可以借助修六水念 培养定力 然后再有定力 再修观也是可以 例如 住在 Kata Kanda Kala Putsat Deva 长老和初天长老一样 有一天 初天长老见到了 Mara 摩所化成佛陀的像 他一看到了之后 他就想 这个充满了贪嗔痴的假象 都有这模样的庄严 那么远离一切贪嗔痴的世尊 一定是更加庄严的 于是 他就取佛陀的这种像 为所缘 获得了喜业 然后通过这样的修佛水念 然后再 以修佛水念 获得定力 再修Vipassana 然后就因此而证得阿拉罕国 所以呢 这是一个 以见到佛陀的 即使那个是 Mara 魔鬼 魔罗手 化现的像 他都能够因此而产生 很强的信心 当然他不是信魔 是说他 佛陀 这样变现出来的假象 都那么庄严 那佛陀更不用说了 因为 他没有见过佛陀 但是 Mara见过佛陀 所以他能够变出佛陀的像出来 所以阿 佛陀真的是太庄严了 他的心就变得很高兴 很喜悦 因此 以这个喜悦 再转修Vipassana 那这是六随念 讲完了六随念之后呢 我们接着再来讲讲死随念 是第七个随念 叫 Mara na no sati 讲到死随念 我们先来讲一讲 有几种死 首先 首先死 多数它是指一个众生命根的断绝 称为死 不过呢 还有几种死 一共有五种死亡 一种称为证断死 这段死是指 因为阿拉汉已经完全断除了烦恼 他完全断除了生死之苦 这个称为证断死 就是完全的断除了意思 第二是 Chanas Khanika Mara na 因缘造作的诸行法 Chanana Chanana生命 不会有一刻的停住 停留 这种称为Chanas 又比如说 树等的枯萎 草木的枯黄 这种称为通常 通称死 三木的马拉南 比如说一棵树 死掉了 草已经枯死了 或者这朵花 这个花已经枯死了 这种是称为通称死 它由于这些并没有命根 所以它并不能够 从真正意义上来说称为死 那下面还有两种死 就是我们秉斥所说到的死 一种是死 一种是死死 Galak Mara na Galak Mara na 又有几种死 这里的死死呢 就包括了一个是福尽死 是一个人的令生业 带来的果报 带来的福报 已经响尽了 已经没有了 例如一个人的令生业 带给他八十岁的命 那他活到八十岁就死了 那这个就称为福尽死 或者说他造了 他的令生业带给他六十岁的命 他到了六十岁 他就死掉了 这个称为福尽死 第二是受尽死 阿育卡耶那 Mara na 这里的受是指 在某一时期的人的寿命 例如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 人的寿命是在七十五岁左右 如果是活到七十五岁 就是这个时代的平均的寿命 那他死了 这个称为受尽死 就是现在讲到这什么 受宗正寝之类的 这称为受尽死 第三是两禁死 欧巴亚卡耶那 Mara na 是指一个人 福也禁了 受也禁了 受缘也禁了 这种叫什么 叫福寿全规 是不是 这一种死的称为 死死 死死呢 就是他活到了 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是时候他该走了 他的寿命也活完了 他福报也响尽了 这三种都称为死死 但还有另外一种的称为 非死死 非死死是由于有一些外在的 或者说一些可以使他的生命中断的 断结的因而使他的生命在还没有到达生命尽头的时候死去 称为非死死 或者一般叫做恨死 非死死呢 有包括外在的 例如说被人谋杀了 或者因为战争而死 又或者现在很常见到的车祸 或者一些事故等等而死 有时候又因为传染病 或者说突然发了病而没有获得救治 等这样死 这也是称为非死死 或者我们一般叫做什么阴连早逝 早连夭折等等 这些非死死 这些通常都是因为过去生所造的一些不善业 在今生成熟而成为毁坏业 使他的命根断绝 就是这种不善业在他今生成熟而中断了他的生命 表现为就是不管是被吃货 交通事故 或者说大水 地震 火灾 突然有发一些什么病等等 收劳命 所以这个就称为非死死 这两种死 这两种死 最后两种死 就是死死和非死死 就是我们所讲到的死随念的死 那怎么样来理解这两种死呢 或者说福尽死死 受尽死 两尽死和非死死 就好比是一盏燃烧着的灯 如果说 它的灯 灯的灯油已经全部烧尽了 火肉怎么样 就会灭 这种就比喻成福尽死 如果说一盏烧烧到灯心 灯心也烧尽的 这个就称为受尽死 如果灯心跟灯油都一起都烧尽的 正好灯油也烧完了 灯心也烧完了 这个就称为两尽死 如果灯火在烧的时候 突然出了一阵风 或者说不小心把灯油碰到了 火就灭了 这就怎么非死死 就用这么样来理解 那就好理解 要修死随念 就意念这两种死 就是以死死或者非死死来意念 这两种死是我们讲死随念的死的意思 要怎么样来修死随念呢 修死随念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到个安静的地方 然后再意念就是死 意念死 死有好几种方法 可以我们可以来意念 第一我们可以只是意念死 马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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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死死 或者我们可以意念命根的断绝 命根的断绝也可以 或者说我们可以意念这 生命是不确定的 死亡是必然的 是不是 我们可以意念这样 或者说死亡必然会发生在这一对身心上 这个身体上 我们就这么样来意念死 当然在意念死的时候 刚开始有几种人不适合去想念死 如果说在随念死的时候 就随念自己很亲爱的人死 就好像如果是自己做母亲 想我的儿子死了 这样的话不适合 因为死的时候他心会陷你忧伤 很紧张 然后去看这儿子有没有事情 不要去实验自己很亲爱的人的死 当然也不要去想着自己不喜欢很讨厌的人死 如果想讨厌的是怨他死怨的死 本来已经早希望他死 希望他出门被吃壮 希望他走出外面被雷劈 那这样的话 你如果一旦想到他死的时候 反而很高兴 幸灾乐祸恨不得落井下石 这样的话也不行 所以刚开始也不适合对自己恨的敌人 或者讨厌的人念死 当然也不应该对自己完全不关心的人 念死 如果这样念死的话 就好像你就看着一个不认识的人 被一堆火烧掉 烧尸体 那个没有感觉 这个也是没有用 那我们在念死的时候呢 可以意念自己死亡的必然性 我们来去念 如果是自己能够很快就能够意念自己死亡的必然性 那是很好的 但假如不行的话 那么就有八种帮助我们意念死的方法 第一种是以杀戮指现前 杀戮指现前是指 就好像杀手 已经追到你 已经发现了你 随时都会拿我们的老命 或者说就好像一个杀手 他已经把剑或者把刀或者把枪已经指向我们了 这样来意念 因为一个人一旦一出生 我们就好比是后面就跟着一个杀手 就杀手随时随地都会要我们的生命 而且我们的生命无论走到哪里 无论在任何时候 随时都会被他拿 而且始终都要被他拿的 要被他杀掉的 只是由于现在我们并不清楚 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时候死 或者说这一个杀手 跟在我们身后的杀手 是什么时候动手而已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讲 杀手 一个杀戮指已经走到前面了 众生一旦 一旦出生了 一旦或者说结生了 从他母胎那里开始 他就必然走向死亡 就好像山顶滚下来的石头一样 又比如说 太阳一旦升起 那他必然是怎么样 必然走向西方 自从太阳从东方一升起的时候 他不可能会停留 也不可能会倒转 而只会按照他自己的规律 走向日落 河流也是怎么样 河流也是自从从山里面 奔流出来 他一直流到大海 他不会逆流而上 也不会一刻的停留 只会奔向一大海 人的生命就是怎么样 自从结生那一刹那开始 他的终点必然是死亡 终点不会有其他的终点 不会说你的终点 就是到了某一个年龄段 比如说八十高兽 人家一帮你助手 助手你万兽 我不想你真的就坐在那里 万兽我讲不可能 即使你全国人都呼唤你 万岁万岁万岁 你还是要死 所以生命的终点就是死 就好像杀 这个杀手什么时候下手而已 因此我们在意念着杀手的逼近 杀手已经走到跟前了 这样来意念自己的死 第二是以心衰 以心衰是没有任何 我们讲到的心旺 就是从一个事物慢慢的开始繁荣 繁荣到鼎盛时期就称为心 或者说他的光荣 他的荣耀还没有被衰败所打败 就称为心衰 但是任何东西 繁荣的东西 昌盛的东西 再荣耀的东西 最后都是走向衰败 就好像曾经统一过 全国的秦始皇一样 也是最后也是死掉了 即使他想要长生不老 还是死掉 即使他想要把他做两手准备 第一手准备就是派很多人去海里 去寻找长生不老药 另外一方面又准备把自己的陵墓扩得很大 弄得很多兵马俑 认为他死了之后去下面俑 所以他真的是做两手准备 但是当他做了皇帝不久也就死了 其实他获得那么大的荣耀 还是死了 就好像 我们抛一块石头 抛个石头 这石头到了顶点 它会怎么样 还是会掉下来 你不可能说一抛了石头之后 抛到空中 它就停留在那里 或者你念一个咒 它停留在那里 它不会掉下来 还是要掉下来的 一切的健康 终究会导致疾病 青春终究会有衰老 而生命终究会有死亡 这个世间一切的众生 必然被牢所占 被病所轻 被死所 被袭击 又比如好像鲜花一样 我们有时候去观察 哇 这么漂亮的鲜花 但是再漂亮的鲜花 过了几天 我们再看它 就开始凋谢了 有时候我们看 一些 一些很漂亮的人 或什么 他的福报很好 但是最终 他还是会走向死亡 任何好的东西 他叫什么 胜久必衰 物疾必反 何久必分 会何有离 这些都是属于世间的规律 是没办法逆转的规律 生命你即使再健壮 你即使自己都再威风 不可一世 但你最后的下场还是死 就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世间的真相 是不可逆转的真理 第三是以比较 第三是以比较 以比较 我们可以用七类人来比较 第一类以大声名指 就是有那些很有名声的人 就比如说 有那些曾经很有名的人 甚至一些国王等等 他再威风 他再强盛 或者说 他曾经再不可一世 呼风唤雨都好 最后他还是死的 第二是以大福报 那些再有钱的人 再有福报的人 高高在上的人 或者那些富贵的人 也没有一个能够逃脱死亡的下场 好像佛多在世的时候 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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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或者那个不那啊等等 也是我这些大长子 或者说那个 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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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些极固的长子 他们当时都是很 有很大的福报 但最终也是走向死亡 我们看现在那些世界的首富 前亚洲的首富 新加坡的首富 也是怎么样 一样的 以大体例子 以大体例子 那些很强壮的人 很健康的人 甚至一些什么奥运会的冠军 或者那些大力士 他拥有很强壮的身体 或者很高大威猛等等 即使再强壮 最后的下场还是怎么样 还是死 或者那些曾经吃品战场 所向无敌 所向疲伪的人 那他有这样的勇气 这样的健康 这样的力气 去杀敌 建立功勋 但是他们 并不会因为他们身体的强壮 就不会死亡 还是要死 又比如大神通子 好像佛陀的上手弟子 他有大神通 他的神通可以征服了 南多巴南达龙王 其他的那些弟子们 都没有办法 那么快就显现神通 但是 马摩格拉那尊主 就有这样的快的神通 去降服了南多巴南达龙王 他甚至可以用脚趾 动一动 整个天空就在那边 像地震一样 下的萨嘎天地 下的位置都坐不稳 他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 当他要死的时候 我们的 这位上小弟子 是怎么样死的 还是被外道 打了 打到他的全身的骨头 像米粒一样那么碎 最后他采用决意 决意 让自己迈见我们佛陀 最后一面 得到了佛陀的同意 才办涅槃 他还是最后走向死亡 是不是 又好像大智慧者 大智慧者 的撒利不当 撒利子尊者 除了佛陀之外 其他再聪明 再有智慧的人 都不如 撒利子尊者的 智慧的十六分之一 但是 撒利子尊者最后也是 走向了死亡 他在 佛陀七十九岁那一年 就办涅槃了 也就是他 比佛陀 这两位上手弟子 都是在佛陀办涅槃之前 办涅槃的 仍然是死 我们再看 独觉佛 那些透过自己的智慧 以精进 断除一切烦恼 憎恶四圣地的 这些独觉佛 他就好像 灵脚或犀牛脚一样 生活在世间 而不染着于世间的一切 但怎么样呢 他们最终还是 身体还是死的 还是斑涅槃的 我们最后再看看 正字觉知 三马三不脱 我们的佛陀 或者过期的一切佛陀 佛陀无论是在 大明生上 生灵上 在福报上 体力上 神通和智慧上 都是无可比喻的 他的色身 拥有八十种好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佛陀 他 一般的身体 他的身体都比一般人高大 而且我们看 佛陀的一生的时候 在他年轻的时候 是很勇敢的 他的体力呀 等等都比其他人强很多 他的福报也是很大 佛陀的福报特别大 几乎走到了顶点 然而 我们的佛陀 最后身体还是死亡 是不是 我们跟这些人比 跟大生命的 大福报的 大体力的 大神通 大智慧的 即使佛陀 他们这些人最后 的终点都是死 那像我现在这个 没有民生 没有福报 体力又很小 身体又很弱 经常就离病 离病又没有神通 没有智慧 就讲算得了什么 是不是 死神没有那么快 来光顾我 已经算不错了 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来比较 死亡的必然性 那第四种念识 就以身为多职所共 不要认为说 我们现在的身体 只是我的 我自己的 其实这个身体里面 是很多众生一起的 在这个身体里面 有很多的虫 住在皮里的 这些虫就吃外皮 以外皮为食物 住在肉里面的那些虫 就吃肉 住在金剑里的虫 就吃金剑 住在骨里的虫 就吃骨 住在骨髓里的虫 就吃骨 住在肠里面的虫 它就吃肠里面的食物 我们这个身体 是它们的产房 它们在那里生产 是它们的病房 是它们的餐厅 是它们的卧室 还是它们的坟墓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里面 各种各样的虫 同时呢 我们这个身体 不仅仅有这些虫 而且我们的身体 还是各种各样病的住所 内在的病 各种各样的病 眼的病 耳的病 脑的病 皮的病 骨的病 心脏的病 肝脏的病 肠的病 肾的病 胃的病 肺部的病 各种各样的病 这些都 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而外在呢 却也有很多 种因缘 可以使我们的身体 能够 拿走我们的生命 例如 被毒蛇咬了 被鞋子折了 或者说被刀 被枪 所砍了 被骑尸撞了 等等各种各样的 都可以把我们的命 收掉 好像佛陀 这么样说 若比枯 若比枯 在白天 逝去 晚上到来的时候 应该要做这样的思维 我确实有很多 死亡的炎 很多死亡的缘 蛇可以咬我 蝎子可以折我 蜈蚣可以咬我 这些都可以让 我导致命中 所以 这些都是我的障碍 我的危害 或者说 我不小心跌倒了 或者食物在身体里面 腐败 胆汁的搅乱 痰的搅乱 见风的搅乱 它们都足以使我命中 所以 这些都是我的危险 我的障碍 这样 省思 这样来 以身为多之所共 第五 以寿命的脆弱 寿命的脆弱呢 我们想想 这个生命 它要依赖很多的东西 例如 我们要呼吸 如果一口气 接不上 就怎么样 一口气 接不上 就死 悄悄了 是不是 必须的 依赖呼吸 假如 有呼进去的 就没有呼出来 那就死了 或者呼出来之后 又没有再呼进去 就死了 所以要依赖呼吸 还有另外呢 也依赖各种各样的姿势 如果应用姿势过久 那也可以导致死亡 所以要不断的变换姿势等等 还有呢 要必须依赖 适当的温度 太冷了 会怎么样 会冻死 太热了 会热死 还有一定的气压 如果没有一定的气压 如果气压太强 人会被压死 如果气压太低 人会膨胀 最后爆脚了 所以最后就有气压 还有世界的 必须的平衡 如果世界 任何一切不平衡 都会导致生命最后死掉 如果地界和水界 任何一切的搅乱 即使很强壮的人 身体也会变得僵硬 比如火界太强的话 比如发烧 发烧太高 也会使人命中等等 所以世界的不平衡 都会导致命中 还有另外是食物 人必须得要获得食物 才能够生命 如果没有了食物 人就会饿死 就会渴死 或者即使是吃了不适当的食物 或者吃了食物之后不消化 都会使一个人命中 所以生命也是很脆弱的 他必须得要依赖各种各样的缘 缺少一种缘都不行 第六是以无相 无相就是不确定 生命是不确定的 有一句话是这么样讲的 我们作为人 这世界 有一句话是最确定的是什么 你说的肯定对的 每个人都会死 是不是 有没有人敢否定吗 有没有人敢否定 你说错了 有没有 但是又有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说死 但是有一样东西都可以说死 就是你什么时候死 你在哪里死 你怎么样死 你怎么样死 能够说死吗 说定你肯定是在这个时候死 你肯定是在那个地方死 能够说准吗 说不准 所以生命是不确定的 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阎王叫你三更死 没人留你到五更 所以生命是 但是确实是不确定的 我们不能够确定之后 怎么样怎么样 第一 生命是不确定的 就是一个人的生命 他可以在一入胎的时候就死 就结生的时候死 可以在母胎里面死 又可以在刚出胎的时候就死 或者一岁的时候两岁的时候就死 很小就死 所以生命 寿命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死去 都是不确定的 第二呢是以病 任何一种病都可以收我们的老命 所以可以一个人的病可以用这种病病死 可以用那种病病死 现在的病更是层出不穷 各种各样的新病都有 由于现在的人的生活方式 现在的环境 食物 空气 饮水 水源等等 都已经受到了现代工业的污染 受到了现代化的污染 所以我们现在每天 其实都是在污染当中 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也是污染 吸进去的也是污染 我们生活也在污染当中 所以由于这种各种各样的污染 我们的病也更多 很多病 只要这种问题没有解决 那么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病 不断的变化出来 玩花样 在玩花样跟我们的生命在玩 食就是时间 一个人可以在早上的摄氏 在中午的摄氏 在下午的摄氏 在晚上的摄氏 在凌晨的摄氏 任何时候都可以死 他并不是说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死的 还有这生导树 一个人可以在任何地方死 出生可以出生在家里 但是死可以死在医院 或者说出生可以出生在医院 死可以死在家里 出生可以出生在新加坡 有可能会死在国外 或者说可能出生在国外 可能死在新加坡 在家里面出生可能会死在户外面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导致死 还有是去 去就是投生 由于生命是不确定的 所以一个人死了之后 可以投生到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地方都是不确定的 当然除非你是真的的圣道圣果 你才能够说你确定能够投生到 但是如果还没用的话 从天界死亡的可以投生到人中 从人死亡的可以投生到天界 但更有可能就投生到出生 投生到鬼类 投生到地狱等等 这些都是不确定的 第七是以实现 以实现就是 现在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 即使很长寿的人 都很少超过一百岁的 即使超过一百岁 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庆幸 现在很多人觉得 百岁的人瑞 大家都去看他 想要什么长寿的 但是真正你想要这么用 当你活到一百岁的 走又走不动 吃又不能消化 皮又皱 头发又掉光光 牙齿又掉光光 你喜欢吗 喜欢吗 但是其实这么样 人们还是羡慕他 为什么 因为他很长寿 因为绝大部分的人 都没有到那个实现 没有到那个时候 人的寿命是极短处的 是很短的 第八是以刹那的短处 从究竟意义上来说 生命只是以刹那间 我们可以说 每一刹那人的生命都不一样 一堆名字法 只是有一刹那刹那的不同 他相续我们才保证 好像这个人活了一百年 这个人活了九十年 八十年七十年 但是从究竟意义上来说 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不同 这个刹那当中 我们可以说 一个人如果二三十年的时候 他的相貌就已经变了 然后在五六十年相貌 已经又可能已经变了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些都是 我们现在看今天跟明天 两个拍出来的照片是一样 今天跟明天拍出来的照片是一样 但是一样对比起来 它就是不同 为什么会不同 其实身体 你的这一堆色法 刹那刹那在生灭 我们看不出来而已 如果是我们不断地把这些 再缩短再缩短 缩短到每一个刹那 我们所说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间 包括我们的身体 没有一刹那是一样的 刹那刹那都在死亡 所以当我们去 跟喜亚多诸授的时候 喜亚多说 Every day is birthday 每一天 Every moment is birthday 每一刹那都在死 每一刹那都在生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是 经常用这些方法来 随念死 来意念死的话 那我们就能够注意不放异 因为这么样 我们就连生命 我们都不会太过执着 那我们也不会太过执着 以外物 太过执着于去收藏很多量的东西 收藏什么古董 古玩 古玩 这些东西 而 因为因为经常都能够提起死 我们能够做以无常 能够做以苦 做以无我 如果 不去修死随念的人 一旦死亡来临的时候 会怎么样 会很恐惧 我们看一看 很多绝大部分的人 在面临死亡的时候 他都是很无奈的 要么很彷徨 要么很恐惧 要么很绝望 要么很贪着 要么很不舍 这些都是不善心 如果一个人 以不善心死去的话 他必然是投降到恶趣里面去的 为什么呢 我们现代的教育 我们现在的思维 我们现在的文化 就是教我们不要去讲死 避开死 回避死 但是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避免死 由于每一个人都对死 没有任何的准备 一旦死亡来临的时候 束手无耻 没有任何的心理的准备 所以 不彷徨 不恐惧 不绝望 不无奈才怪 如果经常能够 随念死 意念死的 他的心 就即使 随时 死亡随时来临 他都不会害怕 不会恐惧 他可以谈谈谈 因为 这个是必然的 这生命的规律 有生必有死 如果经常能够 意念死的话 他临终甚至可以很清醒 不昏迷 能够很平静 甚至很快乐 很喜悦的 去世 经常随念死的 即使他不能够 正入涅槃 就是在今生 如果没有断除烦恼的话 没有断尽烦恼的话 他也可以投身到 整天上去 所以 修死随念 也有很多的功德利益 对于修死随念来说 在对修行上来说 假如修行 感到放异的时候 懒惰的时候 不想精进的时候 我们修修死随念 提起自己的精进力 这也是很有帮助的 好 我们今天 讲了四种随念 讲了戒随念 死随念 天随念 和死随念 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明天 再来讲 生之念 就是讲 如何修 三十日身份的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做回向 地撒杯,美山盟, 不担麻干,拉斑堂, 愿我此功德, 倒向猪肉镜, 愿我此功德, 为正涅槃源, 我此功德愤, 回向猪友情, 愿彼等一切, 同德功德分, 沙鲁沙鲁沙鲁。